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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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过MVP或两次入选全明星或两次入选最佳阵容 就能触发罗斯条款 而罗斯条款的好处就是球员可以签下战功自贸30%的合同 相比之前提升了5% 当时杜兰特是其中第一个受益者 熟悉NBA的球迷一定知道巴克利 当年《空中飞猪》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作为当年顶级的大前锋 他不但有着出色的天赋 还拥有劲爆的身体素质 一个大臀更是十分厉害 曾经经常看到他被身单打 从三分线一路杀到篮下 而为了限制巴克利 联盟也出台了被身5秒的规则 就是说被身单打时间不得超过5秒 这让比赛的观赏性大大提高 作为中国篮球的第一人 姚明曾在新秀赛季 就成为了全明星票王 成为全明星的首发中锋 挤掉了实力强劲的奥米尔 这与姚明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 不无关系 而最终NBA吸食了中国球迷的投票比例 这样的举措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或许很多球迷都不知道 最早的篮球比赛 并没有进攻时间的限制 而这也让篮球比赛缺乏趣味 比赛节奏缓慢 也没有什么战术可言 此后一位球队老板丹尼比亚松 提出了进攻24秒的建议 而这一规则实施后 成为了NBA史上最伟大的规则之一 比赛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 也衍生出了很多篮球战术 不得不再次说 这个规则的确伟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